主料,牛肋排500克,土豆300克,辅量,油,葱花,啪嚼,香叶,红烧酱油,黄片糖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牛肋排用清水泡几次出血水,沥干,锅里热油,下牛肋排炒香表面,加入八角,香叶炒,然后下红烧酱油,小块黄片糖, 许家适量的清水煮开,煮一道压力锅,压力约25分钟左右,压牛肋排的时候把土豆雀皮切块,在牛肋排自然解压后倒入锅中煮开,下土豆一起焖煮,煮至土豆软,酥脂,下葱花即可,烹煸技巧,没有红烧酱油,就放点生炊,少许老抽上海,味道一样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, 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,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